7月27日 据印度媒体消息 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Apple已开始在印度南部的生产线 进行iPhone 11的组装 这是Apple首次在印度生产高阶型的智能手机 预计为Apple减少22%的进口关税 富士康在印度南部城市珍奈附近开设生产线 产品除会在印度当地销售 更考虑出口的海外市场 虽中印边境冲突已暂告一段落 但印度未有放宽对于中国相关企业的打压 包括严格抽查来自中国的产品 强制要求包括TikTok及WeChat等多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式 从印度的Google Play及Apple Store下架 27日印度即7月20日禁用包括TikTok、抖音、WeChat、微信 在内的50多个应用程式后 再宣布禁用多47个来自中国的城市 印度信息部一名官员表示 印度当局是以重视数据隐私和安全为由 禁用来自中国的软件的 此前很多报道称 中共开发的很多手机软件都涉嫌盗取用户信息 7月27日 一名阿里巴巴集团在印度的员工 将马云和公司告上法庭 印度法院文件显示 一名阿里巴巴旗下UCVAP印度当地员工说 自己因为反对公司审查制度 及发布假新闻行为遭不当解雇 当地法院已对阿里巴巴集团、马云和约12名个人或公司单位发出船票 要求他们在7月29日亲自或透过律师出庭 每年中国大量便宜货卖到印度 中国对印度贸易顺差大约400多亿美金 印度和中国如果闹翻 对全球影响非常大 中美冲突令印度发达了 美国政府在帮印度找生意 与印度反共获得生意相反的是 好莱坞媚共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7月24日 国际影视巨头迪斯尼公司宣布 由于疫情影响 对未来10年电影排气计划做大幅调整 而原定于2020年8月21日上映的电影《花木兰》 被迪斯尼公司从排气表中删除 这部花费了2.9亿美金 好莱坞准备放映好几年的大片 却在今年3月以来频频遭遇延期 如今再次上线的日期已经变得遥遥无望 动画片《花木兰》在1998年取得巨大成功之后 好莱坞就开始酝酿真人版《花木兰》 这次真人《花木兰》阵容非常强大 除中国当红女星刘亦菲饰演女一号《花木兰》外 李连杰 甄子丹 巩力等多位华语大咖也鼎力加盟 这样的阵容毫无疑问堪称华语顶级了 什么原因导致万众期待的迪斯尼顶级大片《花木兰》难产了呢? 迪斯尼公司发言人称 在全球疫情面前 电影排期的频繁更改 是一种适应形式的无可奈何 但取消《花木兰》上映计划 为了让这部作品在更好的时机与全球观众见面 不过疫情也许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中国大陆很多影院在4月恢复 韩国 日本等国的影院也一度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计划上演《花木兰》 但最后都被取消 《大纪元》此前报道 最根本原因是刘亦菲在2019年夏天反送中用动期间 发表了支持香港警察镇压民众的言论 从而遭到香港民众带动下的全球抵制《花木兰》行动 从韩国和日本民众恶搞《花木兰》海报上就能看出 谁也不会花钱去看刘亦菲演的电影 在大陆也一样 知乎网上有大陆民众发帖说 孙杨之后刘亦菲也惨遭中共抛弃 文章称 刘在国际上先臭的 他没人性 他挺港警 他不配《花木兰》的人选 《花木兰》被全球抵制了 迪士尼英文推特下面全是骂声 香港人惹不起 你敢试试 让你全球臭名 香港时事评论员石山说 印度的反共与好莱坞的亲共 结果的鲜明对比 凸显反共时代的到来 特别是蓬佩奥在7月23日发表了临战演讲 全球都在加速灭共的步伐 但是因为这个噪发表了临战演讲 看看领后下的演讲 我们终于是本身的 看看领备 我们的adaki故事